那個日本的福災的食品是不是確定年底要進口了 沒有 目前沒有這個規劃 我們的食藥署裡面是沒有這個規劃 我們的住宿大使謝長廷就公開講了 但是在我們的食藥署裡面是沒有這個規劃 謝長廷謝大使公開說 年底以前要解決日本福災縣市的食品進來台灣的問題 他都公開講了 你們沒有時間表 沒有 目前沒有 什麼情況可以進來 什麼情況 就是我們的部分是負責這個風險評估 健康風險評估 如果真的進到是後段的這個管理 等一下要不要補充一下 報告委員到現在為止 我們還是維持42縣市準進口 而且要有雙證件 就是產地證明 跟輻射量證明 某些縣市要有輻射證明 五縣市的產品 目前還是禁止進口 什麼情況你們會考慮讓他進來 什麼情況 那是除非他的產品 對於保障國人的使用的安全的疑慮 滅失了 那我們才會準以進口 我要提醒也要拜託幾位我們衛福部的長官 這事關人民的食的安全 生命安全 沒有任何一個政治利益 可以拿來換的 沒有的 我們絕對捍衛國人的健康到底 就是如果呼嚕呼嚕就用政治來壓榨你們 壓破你們 我也不能接受 所以這部分你們沒有點頭之前 沒有說這個安全 當然你們講過 不要進口就絕對安全 所以在目前來講是安全的 然後